另外今晚带您来看到 今年新年换新钞 从今天开始一直到19号 全台8家金融机构 454家分行都可以兑换新钞 不少民众趁着好天气 第一天就来排队兑换了 其中又以红色的100元招财器最受欢迎 请问你要换多少钱 1万块 开放换新钞第一天 台银总行一走柜台涌现排队人潮 农历过年将至 民众全都趁着好天气来抢头箱 要给自己一个新春好彩头 我大概就是 大概9点5分到 因为我知道今天会很多人 因为第一天换新钞的人一定会比较多 应该至少也要换个20万 我每年都来 我想红红都要过年 包括2212 红通通的百元钞票招财又喜气 最受欢迎 每人现队100张 而换钞时间从13号到19号 5个营业日 都能到选定的地点进行兑换 到目前为止 大概ATM已经到昨天 已经有70亿的新钞出来 在零贵也已经有60多亿 加起来已经到目前 已经有140亿 我想这一个可以充分供应 让每一个人可以拿着新钞 发红包增添喜气 台英表示以去年换新钞总量约500亿元来看 今年也能充分供应 只是若想换五种面额的五色钞 部分面额例如200及2000元较特殊 要到零贵才能逐一拿到 至于过年红包包多少 民众都说吉祥就好 我都会包吉利数字 像可能包回长辈 就会888或一路888 我觉得还是要上涨 毕竟外面物价都在涨 所以你不能就是给长辈的钱 也要缩水 面对通膨红包行情下 不能少象征祝福越来越多 记者花上镇台被采访报导